女人说男人刚死了媳妇,就在她身上这么使劲。女人一边称怒一边交喘连连。听女人这么一说,男人使得劲就更大了。大家好,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。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。杨刚是个裁缝,而且是一个给死人做衣服的裁缝。 她服务的第一个对象,就是唐挖镇志书唐伟琴的媳妇。唐伟琴的媳妇前两天出了车祸,被一辆大祸当场撞死。从胸部以下被撞得惨不忍睹。据目击者说,整个人都变形了。她趴在地上,就像是一个从电视机里爬出来的女鬼。唐伟琴有钱有势,丧事必须大操大办。 但是在一片敲锣打鼓吹唆呐的声音中,她却瞅着棺材里媳妇的尸体发了愁。由于尸体严重变形,现成的兽衣根本穿不上。只能暂时用一块红毯子盖着。旁边有人劝她说她人质易尽了。就这么送嫂子走。唐伟琴抹着泪。 一拳砸在棺材上说媳妇跟着她。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。现在有点钱了。媳妇又没了。她得风风光光地送媳妇走。不能让媳妇连捡衣服都没有。旁边的人一听。都竖起了大拇指说知书真性情。 用情太深。好男人。唐伟琴又抹了几把泪说她就不信了。整个唐蛙正找不着一个给死人做衣服的裁缝。这话一出。旁边的人都听傻了。感情她这是要找个裁缝给自己的媳妇。重新做一套兽衣。可这样的活水感接。而这时有个平时喜欢拍马屁的。脑子一转。就提议说阵东头的那个杨赖子杨刚。 或许他能干。唐伟琴恍然大悟。整个唐蛙正只有杨刚一个外星。外星的人自然就少不了被欺负。但杨刚实在是不起眼。瘦瘦小小的。年过二十。连毛都没有扎拳。实在是没什么威胁性。所以大家也都懒得搭理他。幸好杨刚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门裁缝的手艺。勉强能混口饭吃。可就是这种。 这口饭。也是混得鸡一顿饱一顿。唐蛙正的老女人偏爱瘦弱少年。天然的就有一种雌性的征服欲。张沈和刘沈拿着做好的衣服。 又来到了杨刚的那个小小的裁缝店里。一笑都能把脸上的粉子给抖下来。张沈对杨刚说这件衣服做得合身是合身。可是这胸口开得太小了一点的。张沈说这句话时。 还故意晃动了一下硕大的胸部。杨刚低着头接过衣服。又扫了一眼张沈的胸口。话到嘴边有些忐忑说改是好改。可是上次的钱还没。刘沈哀忧一声。说他们都是老主顾了。 这个他担心什么?刘沈夸张的接话说他这个小店。要不是他们还经常光顾着。早就撑不下去了。张沈说杨刚不能光钻到钱眼里。他往前逼了一步。挺着鼓鼓的胸脯说给杨刚摸一下。就顶公公钱了。杨刚急忙退缩了一步。叫他们明天中午来取衣服。两个大沈得了成。没开眼笑的走了。 一边走还在一边商量他是不是各处。都走到门口了。张沈又回头叫杨刚好好改。回头给他介绍个对象。杨刚休懒的说不用了。他转过头。看到玲玲从窗外走了过去。穿着印有硕大商标的衣服。应该是从网上买来的。像他这样的姑娘。是不屑去裁缝店里做衣服的。甚至经过这里时。 他连扭头看都没看一眼。只是甩了甩长发。浑身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。杨刚把视线收了回来。落在手里的衣服上。有些黯然。 他的父亲杨树达由于患了老年痴呆。住在了镇上的福利院里。政府虽然给了一部分补贴。 但福利院也是一个看钱认爹的地方。杨刚好久没送生活费过节。老爹自然少不了受气。他也想过把父亲接过来自己伺候。可是那样的话。 连政府的那部分补贴都没有了。总之他缺钱。所以当唐伟琴长让杨刚过去给死人做衣服时。杨刚犹豫了。唐伟琴开出来的工钱相当可观。 可是要是接了这差事。以后还有哪个活人找他做活。更何况现在已经有一帮好事者。围在了杨刚的小裁缝店前。 启哄说致书让他去的死媳妇做衣服。杨刚咬了咬牙。收拾了一下东西就要出门。一个好心的老头劝他想清楚。 接了这活。他以后就只能吃这种死人饭了。杨刚苦笑了一声。 现在吃着活人饭。一样没好到哪里去。他不理会那些起哄的人。戴上剪刀布了皮尺等活迹。静直去了唐伟琴家里。看死人是大不敬。唐之书把围观的人都驱散了。 只把杨刚一个人留在屋里。但杨刚掀开棺材里的红毯着。看到下面几乎是赤身裸体。他浑身就是一哆嗦。紧接着他俯下身子。 拿着皮尺两尺寸。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接近女人的裸体。那栩栩如生的面容。和仍旧丰满的奈子虽然僵硬。 却缠绕着一股死亡的魅惑气息。杨刚量了几圈尺寸。下身竟然有些肿胀了。 顿时觉得惭愧不已。在旁边蹲了下去。不过他出火很快。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兽衣做好了。死人换上之后。很是得体。 变形的身子也显得不是那么诡异了。唐天都很满意。按照之前说的价钱。 一分不少的付给了杨刚。然后把媳妇的尸体拉到祖坟。风风光光的下葬了。杨刚拿了钱。 第二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。就是去福利院看了父亲。他把拖欠许久的生活费。交给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后。 人家终于有了点笑脸。杨淑达老年痴呆的症状很严重。杨刚在他旁边叙叙叨叨的说了一些话。他也没有回应。 半晌了忽然反应了过来。转过头定定的看着杨刚说他得娶个媳妇。面对父亲痴呆而坚定的目光。杨刚不知道该怎么回应。 直到他离开时。还听见父亲在后面叙叙叨叨的说。儿子得娶个媳妇。 杨刚走到十字路口。思索着父亲的主妇。犹豫了半晌。他摸了摸口袋里剩的钱。拐道去了镇上另一个方向。经过一条巷子时。好几个战阶女出来跟他打招呼。杨刚也没怎么挑。硬着头皮拉了一个。就跟人家借了屋礼。一进屋。女人就开始脱衣服。还顺便调侃说嘴上毛都没长齐。 就会出来完了。杨刚处在那里不说话。女人很快把自己脱了个精光。皮肤白皙。后背上却有几道触目惊心的疤痕。像是被鞭子抽出来。 他把愣着的杨刚拉过来。一把握住了他的下体。没想到杨刚却像受惊的一般。直接推开了女人。慌不择路的跑了。等到他快到家时。天色已经全黑了。玉米地的笼沟旁。停着一辆红色的解答。杨刚认得。那是支书唐伟琴的车。 而此刻那辆车正在有节奏的晃动着。杨刚靠近了一些。就听到了从里面传来的喘息声。和肉体摩擦的声音。 黄寡妇说刚死了媳妇。就在她身上这么使劲。她一边称怒一边交喘连连。听黄寡妇这么一说。 唐伟琴使得劲好像更大。说以前不弄她自己一天不得劲。现在好。可以随便弄她。媳妇再也管不着了。 黄寡妇对唐伟琴说女人都一样。她媳妇也挺好的。唐伟琴说有什么好。连个姿势都不会换。 那婆娘天天管得她死死的。可把她烦死了。这次找的那个大货司机。她可是给了一万多。试程后又加了五千。 杨刚听得瞠目结舌。唯恐被发现。便赶紧离开了。回到裁缝店里。她坐卧不安。怀里揣上一把剪刀。偷偷出了门。 再次来到玉米的。解答车已经停止了动静。从车窗外看去。黄寡妇已经走了。只剩下唐伟琴一个人躺在座位上。衣衫不整地睡着。 杨刚掏出剪刀。在解答车的轮胎上狠狠地刺了几下。戳了几个车胎窟窿后。杨刚这才感到气息烧平。 就起身离开了。等她走出七八百米。听到了解答车发动的声音。看来唐伟琴醒了。随后一声暴胎的巨响。正在行驶的车子。一头扎进了玉米地的笼沟里。等杨刚跑过去时。看到车头已经变形了。唐伟琴的头撞在挡风玻璃上。满脸是血。丑模样已经死了。杨刚愣住了。 她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。一时间手足无措。不过很快。她镇静了下来。做了一个决定。趁着夜色无人。她扛起唐伟琴的尸体。去了她家的祖坟。然后挖开了昨天刚刚下葬的唐伟琴媳妇的棺材。把她和她媳妇埋在了一起。第二天早上。唐蛙镇炸开了锅。知书的车子栽在了笼沟里。 而知书本人又不翼而飞。众人寻了全镇也没有结果。有人报了警。派出所的人也下来调查。同样毫无头绪。镇上有一位端工能掐会算。她提议挖开唐伟琴媳妇的棺材看看。 虽然听起来无厘头。但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。众人也只能照办。结果打开棺材后。看到唐伟琴竟然和媳妇抱在一起。众人大惊失色。 端工说看来是她刚死的媳妇太想她了。才把她拉过去配的阴婚。站在人群中的杨刚。听着众人的惊讶和溃叹。心理上得到了一种空前的满足。甚至她的下体都开始肿胀起来。 晚上睡觉时。杨刚做了一个梦。梦见之书媳妇前来感谢她。说自己搭配上的阴婚。在下面也不孤单了。还诡异地笑了笑。拉着杨刚的手。让她摸摸自己鼓鼓的耐子。早晨时分。杨刚醒来时发现自己一柱晴天。简直硬得难受。她洗脸时。照了照镜子。发现下巴上出现了一圈黑乎乎的胡茶。 她开始长胡子了。后青春期的二次发育。她盯着自己的脸。好久没缓过神来。杨刚本以为知书事件。就这么波澜不惊地过去了。没想到黄寡妇却找上了门来。看着店里没人。她开门见山地问杨刚。庞伟秦出事那晚。是不是她搞了什么手脚。杨刚悚然一惊。正要否认。 黄寡妇先冷笑了一声。叫杨刚别想糊弄过节。她自己做的那些骚脸是她也不怕说了。反正都被杨刚看见了。那天晚上。她知道杨刚在车窗外面盯着有好一阵子。杨刚这才明白。 黄寡妇为何怀疑她。原来那天在夜色里的车震时。黄寡妇看到了她的脸。杨刚沉默。但黄寡妇说如果她不承认的话。 就要去告发她。到时自然会有人来调查清楚。这话让杨刚心里猛然一惊。而就在黄寡妇出门时。杨刚忽然超级皮齿从后面勒住了她的脖子。随着一阵剧烈的挣扎。 黄寡妇乱登的双腿逐渐停止了动作。双眼突出。被活生生的勒死了。看着黄寡妇死不明目的样子。从激情杀人中回过神来的杨刚。也是吓了一大跳。不过她很快强迫自己冷静了下来。把黄寡妇的尸体藏到了床底下。思考着怎么处理这具尸体。不过此时。之前杨刚给死人做衣服的名声。 已经传了出去。唐蛙镇隔壁有个七合镇。镇上有个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的劳病死了。才十六七岁。身体瘦成了一把柴火。甭管什么样的兽衣。穿身上都不合适。太公爱孙心切。一定要让她体体面面的走。也有人告诉的。唐蛙镇有个专门给死人做衣服的裁缝。叫杨刚。可以请她过来赶制一件。 太公急忙拆人去请。杨刚现在也只能吃死人饭了。便收拾了东西去了七合镇。她量了尺寸。给死者做了一套特别合身的衣服。劳病鬼穿戴一新。更勾起了家里人的思念。一家人哭的是一佛出世。二佛升天。太公一边哭一边拍着棺材板说。 好孙子别显孤单。太公已经给他输了一个媳妇。今天就让他们成亲。等他一下去了也有人陪着他。过了一会。七合镇的端关公从外面急匆匆的回来了。脸色很不好看。说跟隔壁镇已经谈妥的纳门殷。 对方又临时变卦了。说他家闺女无病无灾的。就是跳河死的。要再加五万块钱。才能把闺女送过来。这一家人立刻大眼瞪小眼。五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。去哪凑近。 再说尸体不等人。这六月份的天。等凑齐了五万块钱。尸体估计早就烂了。太公一时想不开。气得喷出一口老血。晕倒在了棺材板上。一家人又忙着给太公顺气。乱作一团。 而趁着混乱。杨刚离开了。她回到家里。把黄寡妇的尸体从床底下拖出来。量了尺寸。重新做了一套明婚用的新衣。然后等到深夜无人时分。拉着穿戴整齐的黄寡妇七合镇。把尸身吊在了劳病鬼家的门前。这时已经凌晨。杨刚拿石头砸了几下门。就迅速的离开。 劳病鬼家人听到门响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却一头撞到了悬在门框上的黄寡妇。这家人先是被吓了个半死。接着是又惊又喜。太公一看。也固步的去请端公了。急忙让家里人把黄寡妇抬起来。放进棺材里。那红线跟劳病鬼一起绑了。然后点得香烛。 寄了酒。就当是走完了明婚仪式的流程。杨刚在暗处目睹完这一切才起身离开。可在回家路上。他发觉有人一直在尾随他。当他走了岔路想摆脱掉尾随着时。 却被两个标形大汉拦住了。其中一个大汉走上前来。问他的尸体是从哪里搞来的。杨刚大惊。夺路而逃。但很快又被堵住了。这一共是四个男人。一看皆非善类。 为首的是个刀条脸。嘴角处还有刀疤。其他三个人叫他范老大。范老大向杨刚表明了来意。说并不是要弄他。而是想拉他入火。毕竟敢碰尸体的活人没几个。像杨刚这么大胆的。 他们也是头一次见。范老大威胁说如果杨刚不跟他们入火。就会把他干的这些事情抖露出去。那么在唐蛙镇。他就会身败名裂。杨刚搞清楚了。这是一个专门给人配阴婚的范师团伙。但现在把柄在人手里。他只能被迫加入。范老大性格内敛。深沉威严。虽然话不多。 但在团伙中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性。这一行带着杨刚去了一个偏僻山沟里。这次他们的目标。是一个被父母虐待的脑瘫女孩。这个女孩天生脑瘫。生来就被家人嫌弃。一直关在猪圈里。就这样长到了十四五岁的年纪。就算突然失踪也不会有人过问的。简直是拿来做明婚的绝好材料。范老大要杨刚动手。 但杨刚这是第一次。要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无辜对象下手。浑身都没有力气。范老大也不催促他。而是寻寻善诱。说看这个脏兮兮的姑娘滚着一身猪粉。对着他们傻笑。鼻涕拖得老长。他活着就是受罪。多活一天就是多受一天的罪。 还不如结果了他。给他一个好归宿。也好让他早死早投胎。来着脱生一个善良人家。范老大哲学式的理念灌输。让杨刚的理智崩溃。 人生皆苦。既然都已经这么苦了。为什么还要活着?他颤抖着。流着泪。就在猪圈里把这个脑瘫姑娘给掐死了。 然后杨刚给他洗了个澡。抹干净身体。又做了一套新衣服。打扳了一番。看上去竟然比生前要好上许多。看着姑娘干净的失身。杨刚忽然得到了一些安慰。脑瘫姑娘的尸体被范老大。卖到了另一个镇子上。去配因婚。得来的钱也分了杨刚一笔。算一算。这也是他干两年的裁缝也赚不来的数目。 杨刚拿着钱又去福利院看了父亲。而痴呆的父亲唯一的心愿。就是让他找个媳妇。杨刚自然还是无言以对。但他在晚上睡觉时。梦到了那个被他掐死的姑娘。姑娘是前来感谢他的。说那套衣服。是自己这辈子穿过的最漂亮的。 而当早上醒来时。杨刚发现自己又是一柱晴天。而且嘴上的胡须茶字仿佛更加茂盛了。跟着范老大。他们开始相继寻找猎杀目标。 基本上都是一些精神失常的妇女。或者是天生残疾被遗弃的姑娘。他们对目标的选择十分谨慎。都是那些不受人关注的个体。 就算突然失踪了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而杨刚不管有没有动手杀人。都要给他们重新做一套漂亮的衣服。干干净净的送他们最后一程。他的手艺越来越熟练。杀人时心里越来越毫无波澜。负罪感逐渐在杨刚的心里消失了。在不断猎杀目标的过程中。他的精神世界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 他觉得自己是这些不幸之人的拯救者。如果没有他。这些女人将终生在痛苦中沦陷。自信逐渐回归到了杨刚的身上。他感觉自己的心里和肉体。都在起着巨大的变化。如同暗流一般汹涌。 彭博的性欲也如野马一样。急着他的闸门。终于杨刚鼓起勇气。向玲玲发起了约会。没想到玲玲十分痛快地拒绝了他。甚至连跟他有一点肢体接触都不愿意。 那种沮丧感又袭上了杨刚的心头。他失魂落魄地走到镇上。又去了那个他曾经去过的地方。站街女一条街。这一次。杨刚又遇到了上次见过的那个女人。虽然过去了那么长时间。 但女人还记得他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被摸了一下那话。就会落荒而逃的。女人把杨刚领进屋里。看了看他。笑着说嘴上开始长毛了。杨刚这次的反应却与上次截然不同。他一把将女人推到床上。扒光一副。狠狠地干了起来。像一头凶猛的野兽。完事之后。女人蜷缩在杨刚的怀里。 显然而止得到了巨大的满足。杨刚抚摸着女人光滑后背上的那些疤痕。问他是怎么回事。这勾起了女人的伤心往事。他诉说了之前。被第一任和第二任丈夫的种种虐待。以及还曾经有过一个孩子。可这被最久的丈夫失手打死了。说到伤心处。女人禁不住啜泣起来。杨刚问他苦不苦。女人流着泪说太苦。 从丈夫家逃出来。他就一直做这个。说实话。他受够了。每天都像活在地狱里。杨刚沉默半赏。问女人想不想解脱。女人说想。可是怎么解脱。杨刚忽然翻身上来。掐住了女人的脖子。 不顾他剧烈的挣扎。直到把他活活掐死。事后杨刚浮去女人脸上的泪水。合上他惊恐的眼睛说现在他解脱了。杨刚杀了女人。想让范老大找个阴婚。把他给配了。没想到范老大根本没出面。 只是让另外三个同伙扇了杨刚好几个耳光。又狠狠打了他一顿。揪着他的衣服领子骂他能不能懂点规矩。杨刚惊恐的问什么规矩。一个同伙说对什么人下手。选什么样的目标。 只有范老大说了才算。他以为他是谁。万一出了什么事。漏了马脚。他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一次就先饶过他。范老大说了。让他赶紧去把尸体处理掉。做得干净点。别留下什么尾巴。杨刚只能找个野山坡。挖了个坑。把女人的尸体草草的埋了。连一身新衣服都没来得及做。 但今天晚上时。他做了个梦。梦见那个女人怨恨的盯着他。杨刚并不感到恐怖。只是感到悲伤。他醒来时。发现枕头都被泪水打湿了。他花钱买了一对手镯。想回去送给玲玲。但却听镇上的人说玲玲出去打工了。不过还没来得及失落。杨刚就接到了干活的电话。范老大开了一辆面包车。 载着他们去往场里。杨刚很奇怪。也为他们选择的目标。一般都在偏僻的乡村地带。范老大大笑说今天带他们去见见世面。面包车在一个豪华酒店的门前停了下来。 酒店里出来的一个老板模样的人。与范老大很熟络地攀谈了几句。然后低声问东西到了没有。范老大得意地笑着说到了。上城。包老板满意。 老板点点头。带着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是一个冷库。冷库里面摆着一个棺材。里面躺着一个年轻人。与老板的模样有几分相似。除了他们。现场还有两个做法式的祭司。棺材前已经摆好了香烛。 元宝。果盘等配音婚需要用的东西。看到棺材里的年轻人。老板脸上的表情就异常悲弃。说爹给儿找了一个好媳妇。而在下面就好好过。爹每年都给他烧十万块钱的元宝。范老大问老板钱准备好了没有。老板却说先要验验货。才能给钱。范老大点点头。朝其他三个人示意了一下。 三个人就去面包车的后箱里。抬出了一个大袋子。盘进来拉开了拉链。老板上前去仔细观察了一下。不住的点头。看起来十分满意。而杨刚自然也看到了袋子里的人。但他顿时如遭雷击。那个姑娘就是玲玲。而且玲玲并没有死。是处于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。很明显是被人下了药。杨刚当场就要死。 却被范老大拽到了一边去。训斥他是不是找死。杨刚怒说这是配因婚。为什么要用活人。范老大说这叫活人因配。只有有钱人和大老板才这么干。这样的明昏。能帮他以后的事业顺风顺水。杨刚激动的说他们干这事。会遭报应的。 范老大黑黑的笑了起来。说干他们这行还怕什么报应。多赚点钱才是真的。但就在这说话间。玲玲好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。惊恐的看着这一切。 他想大叫。嘴里却被塞了一块布条。然后被强行关进了棺材里。祭司拿出红衔。要将他和死尸绑在一起。开始走配因婚的流程仪式。 杨刚双眼血红。想要冲上去。却被范老大的三个手下死死按住。杨刚几乎要疯了。张开嘴狠咬一口。那人吃痛。放开了他。杨刚得了空隙。没命般的朝外跑去。范老大见识不妙。立刻喊捉住他。别让他跑了。杨刚刚跑的外面。就掏出随身带的剪刀。 猛不丁的一个转身刺死了追上来的同伙。这时他已经上了面包车。发动起来。又把另一个追上来的同伙撞飞的出去。接着直接冲进了冷库里。范老大有时会上山炸木找女尸。偷那些刚刚下葬的尸体配因婚。所以车里还有两捆炸药。杨刚把炸药点了。直接丢了出去。就把冷库给炸崩了。 趁着混乱。他拉开棺材盖。抱着玲玲就跑了出去。冷库里被炸得一片狼藉。所有人都被炸死了。唯独范老大还活着。他从废墟里爬了出来。满脸是血。一只眼睛已经瞎了。 但另一只眼睛却闪烁着很毒的光芒。像是一只恶狼。杨刚不知道范老大是死是活。所以他不敢回到唐蛙镇。唯恐被寻上门报复。 而玲玲的精神状态又十分混乱。杨刚只能在居民区里租了一间民房。暂时安顿了下来。 因为受了刺激。把玲玲是失心疯了一样。整个人都疯掉了。杨刚寸步不离地守着玲玲。 任凭玲玲打他。扒他。把他肩膀上咬得鲜血淋漓。一直过了几天。玲玲的情况也没有好转。 这天玲玲正在哭叫。杨刚突然捂住了他的嘴。不让他出声。因为杨刚从空气里嗅出了一丝危险的味道。隔着窗户看去。他果然看到了范老大的身影。 这个人像是一条猎犬一样。竟然循着踪迹找到了这里。危险就距离他们一步之遥。 而后范老大忽然抬头。朝着他们的方向看了过来。杨刚一下子拉上了窗帘。心头砰砰直跳。他知道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。必须立刻离开。 他带着玲玲出门。往唐蛙镇上奔去。却没有回镇子里。而是去了山神庙。那是一座久已废弃的庙宇。在山沟里的深处。杨刚小时经常在这里玩。 一般人不会知晓这个地方。冬天的风呼呼的吹着。像刀子一样。山神庙破败不堪。四处漏风。杨刚抱着玲玲取暖。终于玲玲的神志慢慢的恢复了正常。两只眼睛也有了神采。 他说自己好渴。杨刚让他待在这里哪也不要去。自己出门去找水。可是等到杨刚找到水回来时。 发现范老大已经摸到了这里。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劫持了玲玲。玲玲再次陷入了惊恐的回忆。只是瞪着眼睛。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只剩下一只眼睛的范老大十分害人。宁笑着说杨刚不仅让他不仅折了六十万。还折了他三个兄弟。他们可都是过命的。这笔账怎么算? 范老大说着。手里的匕首一点一点的切入了玲玲的皮肤。鲜血渗出来。他很兴奋。很享受这种抱负的快感。杨刚急了。跪在地上磕头。求范老大别伤害玲玲。 他什么都答应范老大。范老大就是想让他死。范老大放了玲玲。换他来。范老大呵呵一笑。说他先折磨死这个女人。再慢慢折磨杨刚。他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惊恐的玲玲受不了这种刺激。突然大叫一声。一口咬在了范老大的手背上。范老大吃疼。狂吼一声。刀子朝着玲玲的身体就捅。 捅了进去。杨刚双眼瞬间血红。冲了上去。扑倒了范老大。掏出剪刀。在他胸口上扑哧扑哧捅了好几个血窟窿。紧接着。杨刚转过头扶起玲玲。看到他身小的血迹流成了一滩。双眼正在慢慢失去神采。杨刚感觉痛不欲生。然而没过几分钟。玲玲就停止了呼吸。 至此杨刚突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。这里刚好离镇子不远。他不紧不慢地去买了些东西。给自己和玲玲各做了一套新衣服。 然后布置了香烛、点心、祭品。在山神庙里挖了一个浅浅的坑。 随后杨刚看着眼前的玲玲。喝了一瓶百草枯。和玲玲一块躺了进去。失去意识前。杨刚用一根红线将两人绑了起来。掏出了之前买的手镯给玲玲戴上。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玲玲。杨刚闭上眼睛。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容。片刻之后。一阵冷风吹了进来。 范老大还没有死透。他又苏醒了过来。艰难地爬出了山神庙。求生的本能让他朝着山外走去。 夜色如墨。终于下雪了。纷纷扬扬的雪花朝着地面飘洒。让范老大的身上覆盖了一层白色。他终于爬到了山口。看到迎面开过来一辆大祸。他欣喜地觉得自己就要得救了。伸出手虚弱地挥舞着。可是大祸根本就没看到他。静止从他身上撵了过去。 咯噔。一声。大祸颠簸了一下。坐在副驾驶上的人朝窗外看了一眼。说可能压死人了。司机嘴里叼着烟。一脸无所谓的说怕什么。又不什么压死过。此时的山神庙里。一只老鼠钻了出来。嗅了嗅。开始偷吃香岸上的点心。一不小心碰倒了蜡烛。吱吱地叫着跑了。蜡烛引燃了庙里的朋友。 破为布。不销一会功夫。整个山神庙都烧了起来。随后轰然倒塌。将一切都掩埋在了下面。熊熊的火焰燃烧着。将飘落的雪花激荡的四下翻飞。此时的杨树达还没有睡。 她忽然心有所感。从福利院的窗户向外望去。看到远方。有一团模糊燃烧的火焰。就像绽放在雪叶里的花朵。她痴呆的目光定定的看着那里。忽然间笑了。 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